他就那个黑面带他出来玩 他灵活啦 他跑得快啊 他跑不快啊 恐怕就会吃壮食 有行车系络过去 所缺乏外面可以看到 这只丹梁台湾200公斤的摄像猪 比车都要坏倒在路上 这只欧阳走到现场 渐渐在一边修复 完全不怕快速经过车轮到环境 警方为了交通安全 从欧阳关到路边 但他就是不轻离开 没多久的时间 他又走回地的城区边站着 主人接到警方通知官员现场 欧阳最后再被主人拖离开 我说了很久 我们应该给警察处理的时候 我们已经拖回来 拖回来一直没没救 哎哎哎哎 阿嬷你帮他啦 罗妈妈表示 最近站在家正在经书 为情侦时抢掉 摄像猪可能 他们处帮忙走到大路上出头 欧阳看不到摄像猪 也整个爱叫不停 像昨天晚上 他也是在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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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民众表示 比较老师的摄像猪 叫做弟弟 已经吃了八年 欧阳叫做欧阳 是今年三月才带回家 当时这三个月大 欧阳整天都对着弟弟 弟弟因为是幸运不离 感情非常好 他来的时候 一家而已 一家他都跟弟弟在那里 在那里 所以他们感情很好 等一年在大街的时候 他就跟弟弟在那里玩 他爬上去弟的面堂 跳来跳去 弟弟都没关系 两个感情很好 我觉得 弟弟跟姻 都不一样品种 不过姻阳可以上厨 那里好 我有种感慨 这家车好 让人看到动物 比较不让人知道的一面 如人感慨 不像经理的动物 都可以有这么亲爱的感情 大家大家亲亲宿口 接着欧阳成彩虹报道